2007年動畫片《料理鼠王》裡面 主角為了做出讓挑剔美食家滿意的料理 選擇了經典的法式蔬菜雜彙 最後成功獲得美食家的好評 現在就有廚師將料理完整還原 而且把教學影片放在YouTube上面 短短幾天就有超過10萬人觀看 緊緊一口就讓挑剔的美食家 回想起童年時光的美味佳肴 皮克斯動畫《料理鼠王》中 主角最後做給美食評論家吃的經典料理 就是法式蔬菜雜彙 而如今有廚師把電影中的餐點完整還原 首先將番茄 節瓜 茄子等蔬果切片 剩餘的部分加入洋蔥大蒜 放入果汁機後再淋上一點橄欖油和調味料 攪拌均勻後醬汁就完成了 最後沿著鍋圓仔細地將切片蔬果擺好 過程超費工 接著在上方鋪上一層紙 放入150度的烤箱悶烤90分鐘 精緻版的法式蔬菜雜彙就大功告成 當初電影團隊邀請美國民主 Thomas Keller設計這道菜 希望能將精緻與樸實完美結合 最後創作出這道名文瞎兒的美食 而現在網路上有廚師親自教學的影片 也讓一般民眾有機會在家烹調 及享用這道精緻夾餚 UDNTV 全物圓變異